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最近大家都看到 无论是全球以至香港 本地的疫情情况都开始严重 市场忧虑武汉肺炎的疫情反弹 拖慢经济的复苏 令到昨晚美国方面的银行股 和石油股股下挫 拖低大市 导致一度跌超过544点 最后全日周报25706点 跌361点 跌幅1.4% 科技股继续有追捧 纳指收市再破顶 是今年第26次破顶 周报10547点 升55点 升0.5% 周报500收报3152点 跌17点 跌0.6% 科技股普遍都做好 例如我自己个人的次股 其实大部分都是升的 所以不用太看着导致 因为很明显 一早已经是个别发展的情况 昨晚如果是大的科技股 苹果收报382.72 美元升0.4% 亚马逊和Netflix 在厂收市新高分别升3.3% 和1% 科技股普遍有追捧 例如你现在看纳指走势 仍然是一个破顶的格 仍然是一个破顶的格 我看到Jason 关注他的道指 道指 道指 虽然整体大市 我都偏向看很特别 就是一些科技医疗 其实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 都是科技医疗的板块 继续是很强势的 但你的道指 其实如果现在我会在26,200 就做一个止蚀位 其实一直都不建议去做淡 但如果你已经做淡了道指 那你就可以看看25,0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你先去下望25,000点 因为始终道指昨晚都有阴烛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下多一点 才走 就是不抱期望 对于纳指的淡仓就暂时 但是他有得回一下 就再持续一会 竟然你还没走的时候的话 科技股都做好了 其实港股这边 昨天的科技股都爆升得非常之厉害 大家继续留言 就一次过做了我们的节目 其实港股这边的科技股都很厉害 但是恒指都不是说主要科技股 恒指就是科技股得腾讯 昨晚大家都说港版纳斯达克 都挺夸张的 都带动一些香港上市的科技股做好 恒指的话 其实昨晚的科技股就不停上了成交榜 今天就已经没有再在 看回港股的话 现在就是低开278点 开报25,931 因为昨天港股的ADR 和夜期已经跌了 因为美股道指的售额方面 恒指始终比较传统股份多 恒指的话 如果你说今天关注的恒指 最短线在什么位置呢 我会看25,900 其实都是这个位置附近的 就是前几天的一个收市位 25975 我想现在就看着 已经开在25,900的时候 看看会不会是下跌下去 或者下跌完收市会不会上得上 我觉得指数方面暂时是这样的 如果跌跌 收穿25,900 就有机会有一个调整 但是目前来说 情况不会看得太淡 暂时 不过当然 你说是忧虑的 就是人们现在开始 每个都要入市 太亢奋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的人每个看好做淡 其实很容易就是一个升的时候 都不是特意大户玩 而是很多时候 大部分散户想的东西 就未必是市场上大户想的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那些人 每个都涌入去 未买过股票的阿婆 都说要买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 叫做大时代的时候 是越涌越高的时候 终有一天就会去爆 不过我就不是唱淡 但是暂时我觉得 大部分的股票 其实没有说是一个明显的回吐 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先拿 现在成交额榜上面 就不算太易动 昨天就继续破顶的腾讯 今天回到低开2% 最易动的都是阿里健康 就是低开3% 看回其实今早已经见到这个消息 就是阿里健康方面有一个配股 阿里健康的股东 Innovatex就是以22.65至22.85 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开市位22.8的位置 就是配售1.369亿股股份 同前收市价23.55 就折扬了3-3.8% 折扬幅度其实就不是太大 幸好 但是那个减持的金额都挺大 套现31至31.28亿 但是呢 其实就 我想都是看回你开市位的走势 还有虽然有人配股 但是总是有人会继续涌入去买 而且那个折扬幅度不是太大 那你就见到 当然看看它配了哪个 这个消息还没有说 但是你配一个这么大的金额 其实它又真的找到这么多的人接货 而找到整个30多亿 找到有人接他30多亿货 而且折扬不需要折扬太大 那你见有时配股折扬一成 所以其实情况就不是太差的 那我见到Cindy就说 是否要走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不是太担心 但是呢 你都要看着一些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说要走的信号 就是譬如这个支持位22.5毫 那我会看22.5毫 就收穿就要走 那又或者譬如 这一浪的一个支持位 一个低路21.9毫 如果日中穿这个位置才考虑走 那暂时我觉得可以继续保持着 就不需要因为这些消息 而去即刻赶着去沽货 那是大的看完一个的 今天的消息 那我们快点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那我们快点就看看大家的留言 Emilio说26.28 昨天就好彩灵走了 看看先 那国寿现在跌3.8% 20元的 那因为这些金融股呢 其实就前排 内银或者是内险 这些股份 其实都弹得挺厉害的 那无论是美国 以至是港股这边 都是开始追回落后 就炒一些金融股 那但是呢 炒完一阵都很快又去回回 那你说靓酒其实是 如果你是一个最短炒的角度 昨天是冲高之后即日回 是一个可以走的信号 那但是如果你自己的部署 不像Emilio那麽短 那没有走到 那其实就 都不是太大问题 就是看你自己是短炒 还是打算持久一点点 那今天呢 都开始就低开低走 以国寿来说 看看390 390 就是粒粒子 3.7.8有货的 如何处理呢 中国中铁呢 其实就 可能你是前排 打算炒一下基建 那它3月有一个高位 就是4.74 其实都是有突破国的 但是今天呢 昨天都穿了 今天又再穿回来 那我觉得你说 如何部署 你看一下 会不会上回4.74 下午不如 如果下午都上不回去呢 因为今天都有想 尝试上一上 今天的day high就是4.74 这个是之前突破的一个阻力位 那现在呢 就是穿回来又上不回的话 那考虑走 你看看下午 上不上回4.74 就决定去留了 那因为你现在呢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位 但是因为你现在吃 你吃 你3.78有货 是的 因为你本身都赚 那如果你一个最短线的部署 就是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说到要支持位 你就很远的 那担心到时就赚便吃 如果你短炒的角度 就穿4.74 走 下午 接着呢 175有call 这几天很悶 call175 不过其实是 它是真的 因为呢 虽然我就一向都觉得 吉里那个业绩是一路倒退 但是呢 现在呢 就开始炒这个复苏 那些资金就真是多到 刺一线是这样涌 那其实它是一只很落后的蓝手 所以呢 都是很 你见到是突然间爆发性的 这样涌出资金进去的 那复不复苏 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但是首先 那些资金已经去炒它了 那它呢 我觉得你call也正确的 因为呢 它是突破了16.5 16.5 是一个 这里呢 是一个 上年年 今年年头 一个 很大的阻力位置 那其实现在呢 这个位置竟然突破了 再企稳了 其实是非常之厉害 因为它还有一个 我想 其实真的是一个资金市 因为它还有一个 在内地科創板上市的概念 就是又可以乘多一笔钱 那之前呢 就有一个 小小的调整 它冲完之后 有回过去 就是在16.6 有找到支持的 那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呢 可以用16.6 就是收市计 收穿16.6 做一个止蟀位 那你的call或者证股 都是这样 部署了 那可以继续保持它先的 是悶的 这几天是不夹都算好 你看看 市场跌至200点 可以继续保持它先的 接着 9928 就是阿森 9928 就是配股之后 都站稳在十天线以上 买这只 还是买6110好呢 时代伦理 其实就 没有负案 没有负的 时代伦理 就非常之厉害 如果你说买不买 其实它就在10.52 这里 就开始有一个支持位 我觉得 时代伦理 之前我想 不时都有人问 其实它是可以买的 走势非常之好 你说 如果物馆来说 它就相对 虽然 未算是最大的那几只 但是 市盈率都炒得很高 79倍 譬如给一只 6098壁伏看看 6098壁伏市盈率 才是58倍 3319雅生活的市盈率 是38倍 2669中开物业市盈率 是52倍 所以9928 其实以它的规模来说 市盈率真的炒得相当之高 不过 始终它仍然 继续上 都可以去买入 始终它这期热炒 在一个上升轨里面 至于6110的话 其实就不同板块 首先 板块上 或者走石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玩法 因为9928 其实是一个破顶的 至于你说的是 偷博 偷博我记得是昨天 或者这几天都有人 应该是昨天都有人问的 都说可以买 因为昨天开始 即是前天 已经开始站稳了 在9.49 这里就可以给到一个 止蚀位 其实就可以买的 今天也都在上升的 今天看一下有没有 有什么突破 之前有10.32的阻力位 今天都很大机会 可以突破到的了 如果偷博的话 10.32的企稳 就可以买入 如果你说这两个来说 其实都是可以买的 不过 如果你问我 我会比较选择 偷博 因为9928的市园率 就真的不低了 其实现在已经 偷博市园率只有22倍 当然 偷博就真的没有 物馆的板块那么热炒 但是 而且 它的水位 就比较 算是低水的 目前 因为如果你说 如果说体育用品 它也没有二三三一里零 和二零二零安达 那么热炒 但是 首先偷博就是没有自己的品牌 它是一个 代理 卖外国大牌子 在国内 所以 相对没有 那个品牌的日价 在那里 你说 如果是一个调整员再起 它就是这个走势 因为它也有经历过配股 那现在 暂时第一部上网 就是10.7 就是配股后的 那个 开市位 那这里 都会有一些阻力 因为当时 其实都会有一些蟹货 就可能等着走 但是 如果你说暂时来说 我觉得两者来说 我都是会 看好偷博 而且偷博 那个业绩 其实是一直都很好 然后 看到 都挺多人问 一只小米 小米 就说 无疑人生游戏 就说 110小米 15元 留下有三手 需要不需要减持呢 我觉得暂时不需要减持住 你说最短线去要看走的位置 你都看回昨天的开市位 16.4 16.4 就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 就是最短线要去指赞 想指赞 减持少少的位置 但是 你看到其实 今天就算去day load 只是在16.4 而已经是有承接的了 因为 其实小米 都是一个北水外股 虽然 如果你说 长线来说 你可能担心 它有同股不同权 又送股给自己 又无理得低低 等等的问题 但其实 始终 现在真是资金市 国内都水浸 所以 真是 它都是一个 好受北水追捧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暂时 暂时 不穿16.4 就继续拿着它 而且近期 都很热炒手机 到它 现在全球说 手机的产业复数 它一定会是其中一只手 追捧的了 268 268 金碟 模仪人生游戏 这些全部都是好东西 19.5 有货的 是否继续拿呢 19.5 有货的话 其实现在有差不多位置买入 现在是19.6.4 但是都可以继续拿 虽然可能你那个位置没有那么低 你拿得未必那么舒服 但是呢 现在 你看回 其实如果你买19.5 或者你多少钱买都好 你最近隔的支持位 其实是17.5.6 17.5.6 其实吴川都可以继续拿 这些都是一个很强势的股份 而且其实科技股呢 都真是现在的一个投资主体 就是科技和医疗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就没有说太过转势呢 其实都是可以继续拿的 接着呢 就看看就是19.18融创 是不是要走 那其实 就是一些的传统股份 就是你看到真是很明显的科技医疗 是真是特别受追捧 你说的 那些传统股份 比如内房 或者是一些的 金融股份 内银 内险 其实很多时候 就弹两弹 就是去回回的 那这些呢 就比较 那个可能转身要快些 如果你短炒 那A1就说 是不是要走呢 那首先 看看你原本本身的部署 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其实就应该是两年音 已经应该要走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不打算太短 那你比如看回 就六月的时候一个阻力位 算是37.2 那其实就今天才穿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37.2 究竟会不会上得回去 才走 如果你是短炒 又没走的话 就看着37.2 但是如果你不是 我打算很喜欢融创 打算长渣的 那的话 其实它31元 这个是一个大底的 那如果你是中长线一点 那其实就不穿31 你可以继续去拿着它 就始终31 都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那照计如果市场 没有很大问题 应该都可以顶得住 那接着呢 看到其实呢 其实呢 今天呢 都有几只新股上市的 但是因为呢 我们就 时间的关系 就未必逐一只看得完 那我看到E-mask就说了 永泰生物IPO抽中了 可不可以长渣呢 那其实呢 本身呢 它是有B字的 暂时对于长渣来说呢 就是你说的 譬如一些的 你如果有一份很好的业绩 可以让你看到 会比较 感觉是安心一点 那我想你这么快 就不要太快想着长渣住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譬如看回 现在开始的情况 今天开13.4 开始之后充上的 我觉得你暂时仍然可以 继续持住 就算你打算 即日先的 第一日即刻食股的 现在都仍在上的 譬如你 你招股价11元 那看看 现在的升幅呢 其实就 应该相当之不错 因为今天上市这几只呢 其实都是 或者应该说 今天上市的 热碗那几只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永泰 施摩尔 那其实呢 你说看回 它 现在的那个 升幅 6978 的话 已经是 比你的招股价 是升了45% 那你看回 譬如 那个走势 你譬如看五分钟图 假设你打算 即日食股 其实它仍在上 就算你打算即食 都不用现在即食 你起码 真的 拿到它 真的即是有少少回 冲完的时候 才去食股 那如果你问 是不是长渣 那你想放久一点 那你见到 起码呢 其实它 今天开13.4 现在一路上 我想你说 如果收市继续 是维持到 可能16以上 那基本上 你今天都可以 拿过东西的 可以继续去看 看线的 因为始终呢 不敢那么快说 到说长渣 暂时可以拿 那因为始终 其实它们这几只 都是有B字 会是有机会 是小心一点 因为那个波幅会大一点 因为其实B字 其实是一个 很多作言中的产品 未必一定 就是可以成功迎利到的 那接着看看8083 8083 就是Win King Wong 就 咦 去了哪呢 8083 Win King Wong 就是有货的 那它呢 就是 1.5号二有货 那怎么看呢 那呢 其实就 中国有赞 是一只都 挺热炒的 SARS概念股 你看到很多时候 它们前段 有受压过 就说因为 因为腾讯自己就 做了这个 网上的商店的程式 就可能 影响到 这些第三方 供应商的盈利 但是呢 它们都受压了 就很快就买回上了 那 Win King Wong 1.5号二有货 现在1.47 1.5号二有货 那其实买的位置 就比较高追的 你买的位置 正正就是那个阻力位 那这些 哎呀 这些位置买呢 有什么不好呢 那当然它继续上 其实当然 就 问题不大 那所以为什么有时 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未必太过建议买 就是可能觉得 不是啊 之后还是升的 但是因为呢 我们就很难去猜到 它之后会升还是跌的 但是呢 真的有个比较有防守性的位置 才好买入 因为呢 现在呢 你看回如果要订一个止蝕位 因为你买的时候 是一定要想止蝕位的 那就不要只想赚了 那一个三毫半呢 会是你的最近的一个短线的支持位 那所以呢 其实你买的时候 就应该是用一个三毫半来做止蝕的 那所以现在呢 就没什么需要动 就继续拿着 只不过 因为无论你是一个四买 还是过半买 你都是用一个三毫半来做止蝕的 如果你看回一个技术位的话 那所以 你过半买 你那个风险就要承受得高一点 那这样 那因为如果你是中间手呢 你就很难去判断它 究竟是不是转勢的 那所以呢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目前就 继续去拿着它先了 那看回现在这个 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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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招股价是14.66 现在是42.05 比起招股价呢 已经升了187% 那非常之夸张 其实昨晚它那个 昨晚在它这个 这个开门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的了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想这个呢 你们都要考虑 要不要吃虎 那它今天开43 其实开市之后呢 都算是一个高开低走 但是未算太差的 那高开低走得来呢 它有尝试冲过 但是一路都突破不回43 那现在就 即是五分钟图 这个有少少的阴烛 如果你看回是真的要走的话呢 其实今天的day load 40.15 再破下去呢 那就考虑要不要吃虎 因为都在赚不错的收益 那我想如果抽中的朋友就走 那我们的 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 刚才我们就中五十一点四十五分 回来再跟大家提示 拜拜